台湾各界关注中国共产党18点分钟群会 台湾向美国购买的30架新型阿帕奇直升机 首批6架,4号抵达台湾高雄港 未来台湾会如何使用这些先进的直升机 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党章修摆草案 其中包括台湾地区领导人兼任国民党党主席 这一规定将对国民党带来什么影响 稍后在点评台海一周热点有详细分析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海峡两岸 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咨询 7号台湾与新加坡签署了经济合作协议 对此中国外交部表示 中方对台湾地区对外交往问题的立场一贯明确 红磊说,中方注意到新加坡驻台北商务办事处 和驻新加坡台北代表处签署了经济伙伴协议 我们对台湾地区对外交往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 我们对外国与台湾地区进行民间经贸文化往来不迟疑 但反对任何外国与台湾发展官方关系 在台湾参与国际活动问题上 两岸可以在不出现一中一台两个中国的前提下 通过务实协商来寻求合情合理的解决方案 我们希望新加坡方面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慎重妥善处理与台湾的经贸关系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 台湾各界对此表示关注 七号台湾大陆事务部门表示 中共历届三中全会向来讨论经济改革议题 这次第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全面深化改革为主题 预计可能触及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推动金融财税改革等 台湾将会持续关注三中全会 期望大陆推动的制度革新 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据台湾媒体报道 国民党第十九次全代会10号登场 除了将修改党章 让台湾地区领导人兼任党主席之外 副主席的接班替队也备受注目 据报道 马英九将在全代会上宣誓就职 并公布国民党副主席人选 目前国民党副主席为六人 排序依次为林峰正 詹春博 蒋孝延 曾永泉 洪秀柱 黄敏慧 此前一直有媒体猜测 国民党要增加副主席人选 热门候选人包括新北市长朱立伦 台北市长郝龙斌 与台东市长胡志强等人 国民党发言人表示 马英九还将续聘 现任的六位国民党副主席 而且排序也没有变动 对于增加副主席名额一事 目前没有规划 继台湾大统有引发黑心有风暴之后 台湾的拉面也出了问题 被查出了含有同叶绿素纳 来看相关报道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 台湾五目拉面出产的 菠菜面蔬菜拉面 纯面煮一菠菜拉面三项产品 因为含有同叶绿素纳被紧急下架 台湾当局卫生福利部门 已经公布了两家进口同叶绿素的厂商名单 以及五家下游厂商 目前正在追查进口同叶绿素的使用流向 据报道 五目拉面系列产品在台湾颇受欢迎 该系列产品宣称符合多项国际标准认证 因此含有同叶绿素纳的消息一经曝光 就引起了社会哗然 据台湾东森电视台报道 台湾的加勒福大润发等五目拉面代工的大盘面条 也深陷面品危机 被曝出也含有同叶绿素纳 至少包含在加勒福大润发 慈济惠康潮市等销售的八款菠菜面 蔬菜拉面以及茶面 其中慈济被查出1844箱 数量最多 目前这些商品已经开始全面下架 对此台湾的卫生部门表示 将依照食品卫生管理法就标识不实 以及添加物部分进行查处 最高可罚款600万元新台币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 又到了我们点评台海一周热点话题的时间 本周我们将围绕这样的几大话题来展开讨论 首先讨论的话题是台湾向美国购买的30架新型阿帕奇直升机 首批6架4号抵达台湾高雄港 台湾媒体说台军也成为美军之后 第二支拥有这种新型阿帕奇直升机的部队 那么未来台湾会如何使用这些先进的直升机呢 第二大话题 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党章修改草案 其中包括台湾地区领导人兼任国民党党主席 马英九表示自己会遵守相关规定 不让国民党内出现两个太阳 这一规定将对国民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两位嘉宾 共同参与讨论北京演播室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任编辑张斌先生您好 李鸿你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台北演播室 中国文化大学教授邱毅先生您好 邱教授好 李鸿好 张斌主任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首先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运抵台湾的相关新闻 据台湾东森电视台网站报道 台湾向美国购买30架AH-64E阿帕奇直升机 首批6架日前运抵高雄港 随后 有两架完成组装的阿帕奇直升机 飞往台军在台南的归人基地 成为台军空防的新战力 报道称 阿帕奇直升机是世界排名第一的攻击型直升机 制空战斗能力强悍 不但可以急升急降 还能空中旋转360度 配备30毫米口径机关炮 还能搭载地域火反坦克导弹 以及独次空对空导弹 作战能力强大 台美之间此次阿帕奇直升机军购案 是小布什2008年担任美国总统时 宣布的对台军售项目 总金额约为新台币600亿元 约合人民币130亿元 那据说这个阿帕奇武装直升机 现在被排为世界第一武装直升机 那它凭什么 它的性能到底怎么样 才会列居这样的一个宝座呢 阿帕奇这款武装直升机 应该说对于我们两岸的朋友都不陌生 台湾现在是从美国到岸了六艘 那么很多影视作品中都有阿帕奇直升机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非常的着实 按照我们的话说装甲非常厚 然后长相也非常的凶狠 特别是有两个小翅膀 我们俗称小翅膀就是外挂 可以挂这个相应的一些武器 那么这款飞机呢 其实最早呢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 当时呢美国呢 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这种对地攻击的 特别是对装甲车辆进行攻击的一个武器研制的 最早研制的目的呢 其实它更多的是在冷战时期 针对当时北约华约在对峙 华约的坦克数量远远要大于北约 就是前苏联 包括它的华约的一些成员国 那么这时候呢 为了弥补固定力飞机 就普通飞机它的对地攻击能力的不足 那么研制的这个叫 当时叫做高级武装直升机计划 那美军研制这个计划之后 回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 正式列装服役之后呢 这款飞机应该说到迄今为止 都是美国陆军的主力的武装直升机 那这款直升机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它装甲比较厚 然后呢这个相应来讲呢 机动性也比较强 装甲厚它的优势是什么 为什么要有那么厚的装甲 装甲厚呢就防止这个比如对这个直升机的攻击呢 它能够有一些相应的保护措施啊 比如一般的小口径的这枪弹炮弹 可能不容易把它击毁 另外呢最主要的呢 这架直升机 因为它最早设计是对地攻击的嘛 所以它的这个外挂呢 挂着这个地狱火的导弹 非常的厉害 这次最早台湾也是不但要买飞机 地狱火导弹也列在预算之内 那大概是在07年的时候 它天鹰专案的时候 那后来呢 这架飞机经过不断的改进 从我们说从阿帕齐啊 从A B C D 现在到了E了 对那这款飞机呢 它不但能全天候作战 特别从D型开始 就是最早台湾提出要买的时候 那么D型开始 它加了一个长弓的这样的一个 可以说毫米波的雷达 这个雷达效率 这个先进性非常的强 增强了它的真常 对包括这次E型进行改进之后 它的长弓雷达能够同时的追踪126个目标 而且可以锁定其中的16个 那你想想 这样一来的话 它的一个是自我生存能力大幅提高 按照台湾媒体说 自我生存能力能提高7倍 那对地攻击 特别是致命性打击的能力 也提高了4倍多 所以这样的一个飞机 又能对地 又能对海 装上独次导弹 还能对空 台湾来讲 对这个阿帕齐呢 应该说是期盼已久 早在2001年开始 就进行这个相应的一些军购的一些计划 然后后来又实行了所谓天鹰的一个专案 也是要买这个这架飞机 直到这两天 本来10月底应该已经到岸了 但我们知道一个众所周知的原因 美国政府关门了 它停摆了一段时间 最后现在才正式的列装到台湾里面 那刚才呢 这个张先生也介绍了说 阿帕齐武装直升机呢 它的功能是比较丰富的 那从这个丰富的功能呢 就可以看出这个操作人员 它持有一个什么样的操作素质 这个是特别重要的 那么现在我们了解到的信息呢 已经有两架阿帕齐武装直升机呢 组装完成 并且呢是飞抵了台湾台南的这个归人基地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台湾的这个操作人员和驾驶人员 是如何来培养的 跟这个阿帕齐武装直升机是不是特别匹配 还有就是为什么把这个基地选在台南的归人 那么未来可能还有二十多架会陆续到货 会怎么来安排这些武装直升机 会把他们安排到哪一个基地服役 邱教授 那为什么到台南的归人基地呢 因为台南归人基地基本上 它有一个飞行航行的训练指挥所 那航行训练的指挥所 一方面把这一个阿帕齐的武装直升机呢 做静态的展示 一边做动态的检测 跟它的训练 那到了明年 到了明年剩下的二十四架 那么陆续到台湾以后 就会编组两个所谓阿帕齐武装直升机营 那部署在哪里呢 目前有两个方案 一个方案呢 是部署在桃园的龙潭 也就是说完全放在北台湾 它的目的是捍卫台北市 另外呢 还有个构想是说 你干脆把阿帕齐的武装直升机三十下 把它分配在北中南东 那么做一个所谓的战略部署 那到目前为止 为什么主持人问得很好 为什么说要放在台南的归人基地呢 因为阿帕齐直升机啊 他刚才张斌主任陈一说了很清楚 他有很好的攻击火力 他所被载的这个武器的量也很高 他的穿甲能力也强 他的装甲也厚 被称为所谓的坦克杀手 过去在海湾战争里面 他也有非常卓越的战机 但是阿帕齐直升机 仍然有他一定的缺点 他的缺点是什么呢 他的操作非常的复杂 而操作这么复杂的情况之下 那台湾的飞行员的训练素质够不够呢 另外台湾的天气基本是比较湿比较热 那这种湿热型的天气会不会造成阿帕齐的武装直升机到了台湾以后水土不服 以致出了一些问题呢 所以台湾一方面派了所谓的飞行的总指教官到美国去受训 可是飞行总指教官到美国受训的时候 美国对于很多的关键的课程 又要台湾的受训者回避 不让台湾受训者知道 甚至呢 美国还跟台湾有很多的相关的 例如坐舱配置等等啊 因为害怕台湾把这些所谓的阿帕齐武装直升机的资讯传递给中国大陆 所以做了很多的隐瞒 也要台湾签署了很多保密的约定 所以基本上阿帕齐直升机它本身因为操作复杂 而在过去从1985年 这个直升机在美国服役以来到现在为止 它的坠机的次数已经有五十几次了 大概有一百多个飞行员已经因为坠机而上升 而其他飞人员伤亡的飞机失事的次数也超过了两千次了 所以这个飞机因为操作非常的复杂 所以它发生失事的可能性 造势的可能性也非常的高 再加上台湾的飞行的教官 总指教官跟飞行员 在美国受讯的时候 那么因为保留了相关的课程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们不在看电视的discover的影片的时候 看到这个阿帕齐武装直升机可以360度的翻转吗 可是在美国的时候这360度翻转的课程 它就不让台湾的飞行教官听了 它能请台湾的飞行教官的一席啊 所以就是说整个阿帕齐武装直升机在美国卖了卖了飞机 台湾后付了天价 等于做了凯子 但是问题是里面的很多操作的技术 美国仍然是有所保留有所隐瞒的 那台湾只好靠过去的飞行计验慢慢去摸索 慢慢学习了 既然能够弥补 那么整个在训练知识上不足 以及训练不足的 以及在操作知识上不足的一些肉动了 所以我个人就很担心 说你今天虽然在台湾的归人基地呢 是做了一些训练 但是问题是将来会不会重蹈 过去的F16或者是幻影2000的一个前车之舰呢 会不会一样落入它的一个过去的负责呢 也是造成说飞机是买了 F16买了150架 幻影2000也买了200架 可是问题是到后来第一个零件补不上 第二个呢 飞行人员的训练素质不够 以至于常常出现的掉机的事件啊 或者飞机一旦发生了故障 它就没有办法再飞了 它就必须修整了 这种情况也可能出现在 这个30架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的上面 所以说按照邱教授这样的一种介绍呢 我们也可以看出 这个阿帕奇武装直升机 即使它现在就是在世界的排名可以位列第一 但是如果说操作人员跟这个武装直升机 它的各种功能不相匹配的话 它操作的方式不到位的话 那可能也不能很完整的去展现这个直升机的功能 所以说这个阿帕奇武装直升机 如果到台湾无法实现完整操作的话 是不是摆设的意义更加大 刚才邱教授介绍了几个 就是阿帕奇直升机如果在台湾面临的问题啊 确实这个问题 一个是气候问题 因为我再多说一句 因为最早阿帕奇直升机研制呢 是在欧洲大陆 寒冷干燥的欧洲大陆上对待坦克集群的时候 它的这个主要功能 那么这种湿度严度都大的台湾是不是适合 那么确实值得一个考虑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飞行员培训 刚才邱教授说 送到美国培训除了机密的这个技术不告诉你之外 一个台湾的飞行员大概要花七千万台币的培训费用 这也是一笔大钱啊 你光看买了三十架 它的文修费 那导弹打一枚就得补一枚 这些钱飞行员的培训等等都需要花钱 这些钱都是从台湾的老百姓口袋里掏出来的 那还有一个问题是美国呀 作为一个军火的出口大国 他某种程度上讲 这次台湾岛内的一些人觉得 你看美国把最先进的同步啊 美国陆军今年年初才 美国的这个陆军今年年初才装备阿帕西 你看同步就给这个给这个台湾了 那其实呢 这款飞机目前在实用性能上还有待于检验 那某种程度也是拿到台湾检验一检验嘛 环境相对来说不一样 是不是好坏等等 所以有人说你看你又拿我们台湾人当小白鼠来试验 来试验你的新产品 不管种种的说法 我觉得对于这款飞机来讲 有一个最致命的问题 我想提问 就是它是一款攻击型的重型的武装直升机 那你台湾拿来干什么用 那这点我们不得不问 你如果被岛内防御的话有必要吗 你现在眼睛蛇超级眼睛蛇的直升机 用的好好的 价格又便宜 机动又强 当年是美军在约战时候用的飞机 所以很多问题摆在面前 我们不得不打一个问号 到底这些飞机你要用来干什么 但是呢 这一点我们看到台湾人士的心里呢 它似乎就是跟我们所观察的又不一样 认为美国把这个阿帕西武装直升 进入你台湾之后呢 他们似乎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 甚至呢认为说这个阿帕西武装直升机 可以完胜中国大陆的五直十 两岸之间是不存在这个军力对比的 那么现在用这个直升机 把大陆作为一个假想敌 所以说台湾军方人士的这种心态 是不是也是值得解读的 对 它不仅是军方人士 也代表了台湾岛内一部分人的一个心态 就是引进了一个世界最先进的 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还没有进口的 这样的一个阿帕西AH64E 美军正在服役最先进的直升机 当然对于一些台湾岛内的人来讲 我们引进了这个飞机之后 我们的战力就提升了 那我们的防御力量也提升了 那关键是你引进来之后 就会产生一个遐想 你用这个干什么 刚才我们说了 还有一个 最近岛内包括一些境外媒体 都在用五直十 大陆的五直十 来和台湾的 以这回进口的阿帕西64E 来进行一个比对 首先我来说 从技术的层面没有可比对的 为什么 阿帕西是重型直升机 武装直升机 我们的五直十 大陆的五直十是中型的 这基本不在一个重量级上 而且这个战争的因素 某种程度上讲 也不是取决于你火力强大 更多的还有人的因素 还有机动性等等 你像五直十虽然轻 但它机动性配备上高效的发动机 机动性也很强 而且也不是一个 武装直升机和武装直升机之间的比拼 对 所以这时候你就看到了 就某种程度 如果是炫耀武力的话 没必要 另一方面 我个人认为还是有以大陆作为假想敌 这样的一种考虑战 所以这种考虑如果不消除的话 对于两岸和平发展 实事求是讲 是会有一定影响的 今天两岸已经往和平的道路去走 马英九也一再地强调 两岸绝对不做军备的竞赛 可是当阿帕西直升机到台湾的时候 很多人还是欢欣鼓舞 为什么 这基本上是过去长期以来所留下来的冷战思维跟过去留下来的反共的概念 而且也有很多人他基本上还是具有一个偏爱台湾走向独立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形态 除了这个以外 也有人认为说今天台湾有了武器 那么攻击性的武器 先进的武器 人战才能和 才可以增加于大陆台派的筹码 可是我觉得像这些考虑 其实都对两岸之间的和平的氛围是产生不利的效果的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进入第二大话题的讨论 本周之内我们看到就是国民党内关于这个修改党章 台湾第七领导人是不是要兼任党主席的问题呢 也展开了一番讨论 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据台湾中央社报道 国民党六号下午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 讨论并通过国民党党章修正草案 其中包括 如果国民党党员担任了台湾地区领导人 则从其就任之日起 即兼任国民党党主席 该提案将在11月10号召开的国民党第19次党代会上进行表决 党主席马英九表示 如果国民党2016年继续执政 自己就会提前卸下党主席职务 不会让国民党内出现两个太阳 但是对于2014-2016两场选举 万一败选到底谁来负责 马英九则只字未提 我们看到国民党中常会就修改党章的问题进行了一番讨论 那么最后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 他们认为说 谁做台湾地区的领导人 那么谁自然就可以成为国民党的党主席 那么在国民党内部不能有两个太阳 您觉得为什么在国民党内部会围绕这样的一个问题来展开讨论 当然马英九具有一个自保的成分 因为这一段时间马英九的领导的威信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那过去也很多人提到 就是说在明年国民党的七合一选战 如果选择不好的话 那身为党主席的马英九就必须要负责任 要下台负责 那么这当然也是维持了一个政党政治的轮理 但是对马英九和他旁边的核心幕僚来说 那么这是可忍孰不可忍的 所以在整个全代会开会的前夕 那么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案子 送到中常会里去 那么在中常会里通过 确实会引起很多的议论 因为基本上如果你担任台湾的领导人 就可以兼任执政党的党主席的话 那基本上第一个你这么做法的话 那等于给马英九做了一个所谓的 做了一个保险 如果说明年七合一选战 即使国民党选得不好 那作为党主席的就可以依照这个新的党章 就可以不需要下台 那第二个呢也会引起议论的地方 就是说这个担任台湾的领导人 兼任党主席的这样的一个党章的修改 基本上是模仿民进党的党章的内容 可是民进党的党章还有一个内容 就是如果选举不好的时候 这个政党的主席必须要负起政治责任 要下台负责 这是国民进党的惯例 所以很多人就说 你学民进党的党章 怎么只学一半呢 怎么另一半不学呢 所以这时候来做这样的一个党章的修改 难免会引起很多的争议 也会产生此地无银三百两的一种怀疑 其实对马英雄的领导微信未必是有帮助的 对领导的微信未必有帮助 我相信在岛内可能好多人也会提出这样的建议 因为我们注意到这番讨论结束之后 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 是有不同的声音 有的人是比较赞成 有的人也比较反对 刚才修教授说 这样的一个提议很可能是马英雄想要自保 是给自己上一份保险 您觉得如果说这样的一个提案通过的话 也就是台湾地区领导人 无论是谁来做 那么他很自然的就可以兼任党主席 这可能成为马英雄的免死金牌吗 这个从面上来看有一定的好处 比如党政合一 那么党政合一一当辅政的话 确实会降低一些内耗 就是党内一个声音 我们不管是从国民党内 还是从执政团队来讲 他的声音步调是一致的 能够减少一些内耗 但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上 正向邱教授所说 这个选的时间比较微妙 明年就要进行集合一选举了 你这时候推出来 确实给人一些遐想的空间 但是我们作为局外人来讲的话 我个人认为通过这个事情 反映出什么问题 台湾岛内我们说 阻碍两岸和平发展也好 阻碍岛内经济提振也好 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内耗 这个内耗包括了朝野之间的内耗 就是执政党和在野党的内耗 也包括了党派内部的内耗 这些内耗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 未来同样会为两岸和平发展 为提振岛内经济产生一些阻碍的作用 有人认为 刚才邱教授讲了 明年万一选的不利 你还能继续当你的党主席 等于给自己上了个免死金牌 会有这样的声音出现 但是我个人总是认为 在国民党目前这样的一种状况下 如果送交全代会通过了 对国民党内部未尝不是件好事情 但是必须未来的 还有毕竟任期还有几年 怎么样能够真正带领台湾 包括让台湾民众 能够达到自己预期的目标 可能还有一段艰难的路 这个党章的修改在全代会 基本是会通过的 但是是不是这个党章修改通过了以后 那马英九就真的得到了 他100%的保险呢 我个人是比较质疑的 因为明年的七合一选战 可以说是16年大选的其中选举 它是非常关键的 那国民党在目前气势低迷 如果明年七合一选战 真的选得一塌糊涂 真的兵败如山倒的话 那身为党主席的马英九 即使有新的党章作为保险 即使有新的党章作为他的护身符 他依然会面对各地的逼退的一个浪潮 好的 非常感谢张先生 也感谢台湾远博士的聚教授 对于张话题所做的分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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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